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复联会经召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是否与政府签署行政契约签署提案最终遭到否决,复联会主委雷欠会后表示,积极转型才是对组织负责任,现在他会全力准备面对政府接下来的行动,会确定保护同仁安全才离开岗位。 不过他也已有所指,复联会的团结不是问题,权力才是问题,今天上演赤裸裸的夺权,有人要这个位置,他会按照程序来处理,不用急。 雷欠在攀维刚之后才现身,他首先宣布会议结果,会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用吴敬明表决,赞成在此刻与政府签署行政契约,积极转型的是28票,反对31票,费11票,总计共60人出席,依照规定必须三分之二通过,也就是41票。 所以此案胎子负重,雷欠还说,已经接到政府通知,会立刻重启调查,因为党产会过去协商期间是停止调查,而现在他们要来收资料,他已经为请律师保护会内同仁。 雷欠无奈说,当委员高高高高兴兴离开,认为自己封杀了一个不喜欢的案子,最后守城的同仁却要面对公权力的压迫,他将陪伴同仁掩护他们到平安的地方,没有法律责任之后,才会离开岗位。 雷欠表示,会议中也有讨论,一旦在面临调查,有的会晤资料因为时代久远,过去是坚决不交出,而且在最后的文件中没有资料条款。 所以如果现在被迫提出,因此将在妇联会闭一个房间,让委员都来参阅了解,对外的防御需要齐心协力,维护妇联会的名誉。 至于在鹰派,鸽派的争执方面,雷欠说,昨天晚上听到有权力动员的事,支持签署的可能一票都没有,当下所有会晤人员都哭了。 他们发现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组织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本来预计一票都没有,现在有28票。 相信大家看了资料,会了解去行政和解,自主积极转新为公益组织,才是对组织最负责任的选择。 对是否有人提撤换主委,雷欠说,已经请潘维刚不用紧张不用着急,目前没有相关章程,这一定要。 先召开常委会修改章程,进行会员合订后才能进行。 如果真的要这个位置,就按照规定,他今天已经做出送常委会处理的处置,不用紧张。 雷欠说,接下来就看政府做什么动作。 复联会从头就是因应民进党立委及政府在立院所做的政治打压,才会讨论积极转型行政和解。 复联会现在是在被动接受攻击,而此攻击不是来自内部,是来自外面的民进党政府。 对于未来是否还有协商可能,雷欠表示,政府官员大概也知道,与复联会不管达成什么决议,都会被剧烈政治动员改变结果,恐怕不一定会再取得信任进行协商。 所以已经在权力准备面对公权力,在内部问。 七方面,雷欠感叹,团结从来不是问题,权力才是问题,什么人要来主导复联会才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原因。 装税的人叫不醒,已经摊开所有资料告诉他们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最后的提案就是赤裸裸的夺权。